那么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掀起的反腐风暴之下 中共喉舌央视震荡不断 除了财经记录这两个频道的总监 还有多位知名的主持人被带走之外 星期一又传出央视的全体员工要被降薪30% 香港凤华财经网8月11号下午报道 央视全部员工已被要求降薪30% 而且还通知要求进一步下调工资待遇 对于这次降薪原因 所有员工都没有被告知 大陆新浪网从央视内不了解到 降薪政策从今年上半年已开始实施 而且央视去年的年终奖金至今没有发放 有节目团体集体出走 估计还是跟最近央视的腐败误案有关系 可能实际上他们的收入比较高 现在就把他们的收入给削减 再就是削减他们的收入 可能有利于让他们按照官方的意思去行事 以后再慢慢地给他掌控起来 不计他会更听话一些 早在2012年媒体已披露 央视主持人各个月薪高达20多万人民币 其中新闻主播李瑞英月薪28万元 主持人水军毅 董青 卢健等人月薪都高达26万 7月5日 水军毅在一场演说中 叫人们不要相信他每个月挣26万元 反而引发外界更多质疑 成立于1958年的中央电视台 是中共副部级事业单位 台长都是副部长级别 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是企业争抢的对象 仅去年底 新闻联播后标版10秒广告 中标总金额高达35亿元人民币 而与企业界关系密切的财经频道 更是油水汇集之地 7月中旬 香港明报曾经报道 当局对央视各个频道都在调查 财经频道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带走协助调查 未来可能有更高层级官员落马 报道还说 除央视台长胡战凡外 有关部门还约谈了包括副台长罗明 高峰 孙玉胜和袁正明等人 此外 调查组6月份已进驻央视 广告财务收支都是调查重点 调查组进驻当月 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被烈案侦查 随后 包括财经频道原副总监李勇 央视记录频道刘文 知名主持人瑞成刚 年轻女主播欧阳智威在内的 多名财经频道职员都被带走 据报道 整个央视财经频道 都是郭振喜的牟利指导 他左手用三一一万会打压企业 右手靠年度经纪人物 拉拢企业进行敛财 郭振喜担任财经频道总监8年 积累了至少20亿的财产 他身边的一帮小兄弟 也水涨船高 共同分飞 大陆媒体最近报道 央视女主播叶盈春 沈冰等知名主持人 因卷入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 被带走调查 早在去年12月 曾任央视副台长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李东生被免职 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 李东生把央视的美女 作为升官发财的砝码和工具 进贡给上面的党政高官 实际上就是把央视变成了中共高官的后宫 一个卖淫的场所 央视本身天天在全国播放他们的节目 对吧 这应该不管是从这个思想上 道德上都应该起一个带头作用 现在靠这个卖淫这个上位 搞这个贪补 所以说呢 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影响非常不好 所以说我觉得 这让他们降低这个百分之三十这个薪水的话 这只是对他们整肃的初期 赵远明分析 中纪委接下来可能还会对央视进行整肃 而且你这个又有政治上 经济上的这个额外的这个好处 所以说呢 应该是这个依照法律呢 进行罚没这个账款账户 这样的话的话 才能够呢 把这个这股歪风邪气给它杀住 据央视内部人士透露 目前对央视的反腐调查仍未结束 还在向更高层蔓延 财经频道仍有人被带走协助调查 对央视高层以及其他频道主管的调查 也在继续 对央视频道仍未结束